HELLO,大家好,我今天有Tony在這裡,跟大家看著,Tony你好 Hello Leo,HELLO,大家好 捕返銀紙,正在做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九點,跌了三百三十四點,成交有六百零四億 怎樣看大事呢,這幾個事都二萬點恨不恨,回兩天下來 其實我想都很噁心一點,你見兩萬點都很苦苦掙扎 我想你今天最主要的消息就是,又是怕減遲的消息,又是一招過,又是怕會扔出來 雖然你說,之前傳出來都預料是會的,但是消息真的出來,確定了就變了,這個都會令市場有些震盪 然後,譬如你看比亞迪那些一二一一的確確定是在沽緊 所以你全部一些比較多人解僱的,或者是叫做在指數上佔比,權重是大一點的 其實你看到都好像每個都是被人減少,或者有個移民準備被人減少 所以我想都難搞一點的了,始終都 那你雖然看上個星期是有一些政策出來,又說要刺激市場等等 但是你彈完之後,我想你短期這些消息,其實絕對就應該是蓋過這些 政策上的利好,這個是第一個最直接影響著整個 就是投資者對於港股市場的觀感的一個因素 第二,我想始終你就算沒有這些減少消息 我覺得其實我們都很容易會把上星期的升幅 其實會偷出一部分 原因就是基於人民幣的匯價走弱得很誇張 如果大家也看到,已經去到近兩年的低位 我覺得如果你這件事其實解決不了 以我們這麼多港股市場裏面 有這麼多都是跟內地相關的公司 或者是內地經營業務的公司 其實離岸人民幣一躍的話 其實在我們港股這邊計價 其實就會有一個跌幅 所以你自然整個市場就要跌下去 去反映這件事 這個我想也是,你看上個星期打風之前 或者什麼等等 整個市場突然之間可以沒什麼消息底下 都可以跌幾百的其中一個原因 我覺得在資金流上面 如果你的人仔都不能夠站穩 或者重新去強迫的時候 這個始終都會幫我們港股上面 會拖著後腿 所以現在就強得很加關 現在預算你的港股 再加上剛才所說的第一點 就是減辭的消息 反而又是越高越低的 都沒有辦法 都不要說普通股票 主要的不籌成份股 都是被人減持 在這個一迷之下 市場慢慢下降 都很正常的 今天說的是三百九零 其實都沒有直接點名的 但是騰訊就說 咦,可能都要拖著這千億的股權 先放出外面 先拿回Cash 說到一千億的話 所謂所謂的點 真的不可以不數 三六九零 今天消息出現之後 到現在其實越跌越有 現在仲是179.8 跌10元 5.2% 我之前經常說美團 在踢股上比較強勢 但出了這個消息之後 怎麼看這支3690呢 你會不會再上市 之前都是給700減辭的一棍 最低到一百六十一元 有沒有機會去到這些位置呢 其實我先申報 我一陣會遲慢遲 美團我自己也持有緊 我覺得 如果你說最終出來是真的減的 我覺得短期就 你說要下去那些位置就不出奇了 一點到 那時候最低那天就見過164.5 其實你說跟現在都是10%多一點點 又不是說真的爭得太遠的時間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說騰訊 他現在理論上就說 騰訊我也持有 就是申報辦一次過 但是我覺得如果他真的減了這個投資 或者你見他今天傳這個減辭的時候 他聲稱美團就不是他最高的要沽的 但我想怎樣也不多不少會沽一點的了 但是你說比重上面就未必他沽得算是最多的那一隻 就是他們自己說的 就是官方的說法就是 因為他的業績都還是叫做OK 那或者怎樣 那我覺得如果你說真的叫做落實 他是沽了一點出來的 其實我覺得對美團也是很捨的 就是你美團其實你現在的業績等等各方面的東西 大家都已經成功了 如果不是一個大問題 基本上就 那現在你反而還押著股價 就是一來就是北水的參與度 第二一樣東西就是 又是那些股權減持的問題 那如果你減了這個消息 然後就確定了 連這個不確定的東西都拿走了 那我覺得基本上 就是美團的股價就不會說真的可以去哪裏 那你見最近其實我們的市場都不是好 那你見出完業績之後 其實他昨天都一百九十多 都在那些二百元邊緣附近的 其實你都見到 就是我想如果你說真的要去看科技股 那麼多隻大的 或者我想你只是濃縮到去看科子那些成份股裡面 其實美團都算是比較強的那一隻 那所以我想 就是如果你說純粹因為減持這個消息 令它的股價下去的 那我覺得又不是說真的叫這麼大件事的 就是你問我對於今年餘下第三和第四季 或者整個全年業績 或者明年 它是不是重新可以扭規為營 變回一間有PE的公司 我自己都還是有信心的 那所以如果你純粹是從短期減持這個消息 就一定是對它的股價不利的 那但是如果你真的叫做 是衝敬它的業績 接下來的發展等等 這件事就 我想這麼多隻大型的科技股裡面 這一隻都還是最好的那隻 嗯 比起其他 那它的業務 在香港來講也有它的獨特性 希望可以做好一點點 另外也要看一隻一二一一 今天又跌五個百分比 這樣做到二百三十元 那昨天出完消息之後 插進去 其實下午也跟著是彈上來 那今天又回到昨天的低位附近 你怎麼看呢 一二一一呢 即是 股神出貨 是不是真的 真是射到整地都是呢 我想 我想 那就是股價就一定是繼續養衰下去的 就是你要彈都不會彈得高得去哪 我覺得 那當然它現在披露的 跟實際你見到它那個持股上面 大家都已經 即是很多媒體都已經刺穿了 其實就不僅只有那百多萬股 已經減了六球幾 那就是我覺得都陸續有來的 那但是問題就是 就是看看它是怎麼沽 就是如果你每次都只靠市場這樣沽 不知道是沽到什麼時候的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又好像回到剛才 就是類似騰訊的問題 就是你又是不知道Nespa 就是它的沽貨的目的你知道 但是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沽 沽多少沽到什麼時候會完 那所以你就看回到騰訊 它要靠它自己有些回購 之前就好像會叫做好一點點 那但是你現在回到一二一一 就是比亞迪沒有跟你說自己去做回購 無錢回購 它就只是由你孤然告訴你 公司的營運是一切都是正常的 那你就好 可想而知你的股價遇上 都一定是叫做走弱 那所以我想就 不是說它的前景 或者每個月的交付量有什麼問題 暫時都看到是 就是暗月都在上 但是我想那個問題就是 在於如果大家都知道 其實剛才我們說的市場的時候 就是這些最佳的或者最多散戶留意的股票 每個都是有個大顆人跟你說我會沽貨的 那有一些就告訴你我正在沽 或者會沽多少 那些就可能會叫做快點 但是你說去到這些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就你預算一定是繼續差下去 那所以 就是我想 今年 如果你說看 以股神出貨的頻率 當然這件事情就取決於 但是我想就是今年 都應該那個333元的高位 就很明顯應該叫做見了 就是現在跌到這樣 都已經沒有了成100元 那我覺得 就是你 你真的要 我覺得你不用現在急著 就算我覺得你看好它的基因 也好 你無謂現在衝下去 繼續跟別人去接刀 就是很明顯你 你被股神是在沽散 那我覺得你起碼等它 沽到這麼多時間 換了手 就是可能200多元 找到那些權重一點 有財力的人 可能是接多一點 不只是接六球幾 可能那十幾個百分之中 可能已經是接了幾個百分之 那你起碼會容易些 去幫自己去做定奪 就是以他們的入市位 去做定奪 幫你自己去做一個 紙攝或者紙賺的一個部署 但是你現在人家 剛剛才是開始 那我就覺得你不用這麼快 跟別人去接股神貨 就是這樣 那個股價走勢 你預約了就一定是繼續差下去 是 大家留意一下 有得沽又繼續沽 1797 另外一隻就是 帶股東出完貨 騰訊沽完之後 都繼續有個不錯的表現 1797 最近就說 摒起這個快手 覺得好不好自由 就自己弄了平台出來玩 怎麼看呢 1797 因為最近走勢 到今天 其實破了之前的高位 上回的比較高位 直到 沒有什麼回落 而且今天成交都有 十五億 這幾天的成交都比較多 1797 你覺得有沒有機會挑戰 之前的高位 四十元左右 有意外 都真是難說的 我想你純粹 你現在都是用力 這隻就炒味比較濃 但是如果純粹是計算 他的股值 或者他剛剛開始傳一個 叫做轉型的時候 你以他頭一兩個星期 那個在線觀看的人數 或者他那個東方欣選 他自己做了會員 那個上客的速度 去看 其實就是 當然你很快 當然是上客 但是你很難說 拿頭幾個星期 完全去輻射 全年都可以維持一個 這樣的上客的速度 所以我覺得其實 如果你說 都是一個電商的 一個模特兒的時候 我就寧願可能選 就是一個直播帶貨的一個模特兒 我就寧願選一些現有存在的 那些 就是很明顯 你現在計算個股值 或者計算什麼 當你整間公司轉型都好 其實你1797這些 我覺得都是 都是比起那些現有的玩家 其實是偏貴一些 還有另一件事 我始終覺得 你現在好像叫做 這麼多間教股 他好像叫做比較成功 沒有條路給他轉型 但是其實這件事 也不是說真的這麼難去複製 就是你要說 無論是怎樣相遇直播也好 或者怎樣其他 其實你其他一些 有這樣的能力去複製的 我覺得都大有人在 所以會不會到時 就是整個行業 又變成另外一個 就是翻版的 好像價股一樣 到時又是一個 很惡性的競爭 那這件事其實又會回到第一點 就影響它 是不是還好像以前那麼吸客 所以我覺得其實1797 都是停留在炒股 或者很短線投機的意味 就會比較濃 我就不會很認真 真的看它的業務 幫它有多少錢幣 或者有多少利益等等 那樣東西 暫時就 是 始終剛剛轉型 短期的憧憬 而炒高 你們都很突然 會否可以再一些 大家都要明白 這一點短線的插合衝影 自己就留意 另外就是再炒成3008 還有312元 為何1.7% 338都出類不水 看下去如何看 其實找到底液沽到什麼位置,難沽下去一點 你餓得很難 這個問題跟市場什麼時候見底一樣 是一樣的,同出一前 所以什麼時候見底問題,廣告費多久 我覺得也有時間 純粹是實在一點,例如之前推出的中期業績 你看看日均成交金額,對比第三季 其實上星期出了消息才去到800億樓上的成交 否則你見到今季七、八月大部分時間 可能是800多,甚至有幾天800億都不足 所以如果你說按六月第二季環比去計算 其實還是在差 所以你看看第三季的業績應該都不會太好 如果你全年去計算,三季都不行 基本上全年都打開口牌 其實你整年的業績都不會有什麼亮麗的表現 你整體成交就很透明 然後你IPO這一陣子 的確好像是有一點點多一些 或者這些消息在那裡 但是我想如果你第一,都不是什麼很健碩的東西 可能近來比較大的就是中緬 然後就已經回到天齊理業,9696那時候 但除了這兩隻之外 我想你很多今年上的那些 其實大家上了也未必知道 或者又未必真的好記憶 由心會提出那個號碼 或者是怎樣 大家去參與過 也有 二十 那些是輸錢的記憶 不是一些贏錢 現在輸成怎樣呢 好像是彈分一點點的 但是我想你始終問題的經濟一天不解決 我覺得你三八八其實 你說要穿底 我覺得就一點都不出奇 就是以往大家可能會想一件事 或者從一個觀點就是 可能過去這麼多次 以我們港股的PE 或者港交所的PE 可能跌到三十多倍就差不多了 就是以前會這樣 大家會覺得是一個週期的底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看到這次我們的成交 和市場的淡靜情況 都已經差了兩年了 我覺得其實整個股值上 我覺得會有一些抗扣 再加上與此同時 你看到新加坡 始終我經常說港交數也是 你看到新加坡人家那邊 是很進取的 尤其是你現在這一堆的中概股 其實好像早幾天還是怎樣 他們在新加坡那邊都有說 我們全部都在目標中 就是在中國註冊員 在美國上市的這些公司 他們跟港交所那邊 是有些合約 是比他們更容易 在新加坡那邊上 然後他們已經是吸了 成十一隻過去了 所以我想就算你說 看回不回流這個問題 都對港交所不是一個 那麼大那麼直接的受惠者 其實就是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在那個股值上 以前可能三十多倍 就會見到一個底 可能去到今年 我覺得那個情況 可能會再壓縮少少 其實可能你不用多 其實你譬如 你由以往的三十倍PE 可能你現在落到二十五倍PE 好像相差不是很多 但其實那裡都已經是 足以令到港交數其實是穿底 那你想一下 你扣了一個 XDividend之後 你現在的底就三百一十個 左右 那你其實和你現在的 三百一十二元的低落 不是差很遠 一個四十多 那我覺得 我絕對是 依然是覺得 它是有一個 就是穿底的可能 是 安全一點 這些就是 大家看看 是 做膽的方面 大家會很興奮 就是你看 七月之後 整條線比小米更差 就是小米 我覺得是其中一隻 大家可以長 膽的東西 現在三百八 完全是拿走了這個地位 我覺得 雷軍做不到事 都要努力一點 另外 講到聲韓體 阿姨清零 自殘式經濟學十一 你自己小心 這個IP不要被人搜尋 是的 這些你真是 VMP VPN 我們都是叫VPN 放廣告 真的 700 要是他 要是另一個Junkie 很敏感 對 聊我們這些 心底差 今天不見Junkie 好一點 Junkie已經 還沒去到說 不見了 不見了 小心點 不見了 少了一個 先看看那裡 700 不做操作 打錯字 哦 沒辦法 打錯字 幫不到 69800 是 樂響 大家知道樂響是妖妖的 一個二號四有課 是否向下炒 有沒有機會到過半 短期 怎麼看呢 其實都未派完 我想都是窄細一點 其實他那時候就出了幾張通告 或者一個宣布 標榜他們在境外的電商做得很好 但是中國境內已經很多時候 增長已經見不到 已經不服在 然後又說配股 又說 那個配股格是秒速失手的 你看到那天 扔出來的時候 所以我想 一個很簡單的操作 你看到一路都是在沉底 你一路數下去的時候 看到有通告又是馬上沽的 然後出配股又是那個配股又是馬上失手的 其實你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那麼弱我就不特別會去搏 我想如果你一個二號幾有課 跟你現在一一七 不是差很遠的 你倒不如退去算 你說真的 你一個一一七 你搏上去說一個半 你都不是說 十幾二十個聲的東西 我覺得 你有其他一些 熱炒一些 沒有那麼危險的東西 可以玩一下 就是你見到他 只是現在看股格走勢的圖裏 你見到已經兩三支 長奶奶的陰燭 你已經知道他在玩哪一科 是啊 派閃光了 還要兜東西沽出街 兩天加上通告 超大 所以其實真的 我覺得要上回去 不是不行的 他想不想上回去的問題是 如果他覺得 去到這位 打橫托著沽的話 抽一抽 忍傻仔進去 都不知道誰跟你踢上去 這個問題就是 只會去自己做 街坑你不會買得到 所以他覺得有得炒 做有得炒 看一個圖片 已經不會碰 騙到人 你便會買到 過六、過七 假裝反彈再沽過 但都只有一個圖身門 如果你要拼到一個半 是想這件事 但這件事不是你控制到 看看妝容是否做 另外就是 光伏30000 做了兩個八毫三 其實都由四元開始 慢慢走回來了 Tony說了很多次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是做什麼 做了去要做的事 去到這位是做完美 但其實繼續 真的不妥了 都可以慢慢繼續穿 因為其實你看到 都穿了所有平均線 去到這位點部署 都好像之前所說 未買貨就一定不買 你說已經本身有貨 我想都是好像之前那句 我想你當兩個八 你定一個最後的防線 你走 我想 當然這隻在光伏上 由來算 炒作味還是比較濃 但是始終我想 就算你不要算他做一些 什麼財技也好 或者什麼成仙 我想你當他真的 很正路從光伏的行業 去看 好像之前阿Leo剛剛都說 我都說過 你現在看到整個行業 差不多六成的利潤 其實全部都是靠這些 上游的東西去拿走 正如四成那些 才是光伏玻璃 一些組件 跟著太陽能發電站 他們自己去瓜分剩下四成 如果你說內地是一個國策 要去推動 要去逼人 即是有裝機的容量 要發多些太陽能發電 那他一定是要你的原材料價格夠便宜 他才肯去接這些發電的項目 他們有一個IRR 或者有一個差不多的回報率 是吸引人的時候 才可以追到數 所以對於上游的原材料價格 我覺得他會傾向控制一些 又或者 就算不要直接有個監管也好 其實你見到內地就算不出聲 今年上半年 因為內地的疫情問題 其實是延後了很多 原先今年上半年會去落成的 包括30000也是 你看到他們的業績 他們文字上面都交代了 可能在樂山或者不知哪裏 他們有些項目 其實他們接下來 可能今年下半年都會正式去投產 其實你還有很多間 都是類似像30000那樣 是趁著原材料價格高的時候 他們是很積極 很進取 是部署了一些產能 是要去落成的 其實他們自然都會 令到市場的供求 那個關係 是會重新拿回一個平衡 所以那個原材料價格 究竟在高位上面 還可以站多久呢 這件事情就不知道 但是市場上面 一定是很提前去反映這件事情 所以你見到 我想30000這些也好 或者另一隻經常 我都會丟在一起 就是1799 新特能源 都是做一些上游的事情 你見到 今年的上半年 大家反過來 覺得那個供應是會緊張 但是現在當內地的疫情 控制不會去大規模封城 大家預計 你會有一些新的產能去落成 部署頭的市場的時候 你見到那個炒作 已經跟那個時候的高位 已經相差很遠 1799是27個多 下回去20元 然後你30000 剛剛這個也報了 4元下到這些位置 所以我覺得 比起之前那種炒風 其實就要過了 如果那個市場 或者大家會見到 接下來的歸料 那些多徵歸的價格 真的由之前三十多萬 但是真的會見到下回來 我想那時候的跌幅 也有機會是挺大的 跟現在的航運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 就過了那一層 最炒得最厲害的那一層 基本上 我就不建議大家 再去炒一些光復上游的東西 明白 報回銀子前 還有19683 現在是269 現在是656億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一會再回來 是 我也是問題終結者 第一次做傻散的由來 是我要… 需要休息一下嗎 在美國讀完書回來 那時候是2008年 買了一隻什麼呢 買了一隻 三八零零 三八零零 真的 是 為什麼呢 那時候第一 很喜歡看故事 我想大家現在轉了網上平台 那時候都是看那些雜誌 在街邊 20元一本 買回來看 咦 是啊 太陽能真是主在未來的世界 我覺得 那個故事銷到我 2007年上 這樣 彈了上去之後 其實都照樣浸 那 那 當然啦 作為傻散 後來都是錯了的 沒有放在那裡 即是放了一段頗長的時間 直頭好像… 我想我現在檢查一些倉 都應該坐在那裡 沒有估計過 放在那裡 我想應該是有幾隻的 例如 三八零零一隻 七十四一隻 即是 浴缸 放完之後 就放在那裡 都應該輸到攤攤腰了 浴缸好像在做庭影牌 那這個就是傻散的經驢 嗨 你好 各位觀眾 歡迎回到這個 瞬間贏幾球 咪前的時候 我跟Tony都在說 首先他們上半節 很多估計都說了 就是港股金 我們討論另一個話題 就是其實有報導 現在港股的沽空比率很高 達到一個23% 我問Tony其實 是不是擔心再來一個大夾市 好像上次 打風那次 或者是昨天那次都像 有些什麼味道 我最怕就是 第一 我怕它不會 我覺得它不會 因為不可能這麼頻密出現 但是 這樣猜得很容易中了這個 市場的思考的矛盾 因為沒有東西是絕對的 你覺得 你們怎麼看呢 會不會有很大機會 會頻密地再出現呢 因為始終我比率這麼高 我覺得都難一點 始終都是 難一點 或者就算被你夾 我想就算當作看錯 它真的出現多次 好像打風那時候 突然一天就700 然後星期五又升多一點點 但是你會看到很快又會出現 就是你見兩天是升了一千 但是之後其實很容易又是回到幾百 那 聰明一點的 你看到昨天也是跌幾百 然後到升五點去收市 如果不是很厲害的 好像今天就可能隨時跌兩三個 直到今天收市 所以其實我覺得 就算你出現了一個 可能成千點的一個 夾這些枯空的東西 或者怎樣做 或者看得太淡了 太久了 那大家吃壺 然後補回的 推了一陣上去也好 我覺得那個在高位站穩的機會 其實首先就不多 就是不大 所以我想就反而你說這樣上去之後 就很容易被一些 原先已經在沽貨 我們剛剛在結束之前也有說到的 其實就更容易去做一個減遲 就是你見很多其實是公佈了一個減遲很久 都沽不到的原因 就是因為市場完全大不起 就是他們也都在市場上的成交這麼小 他們要在市場沽也有一個難度 那你突然一推了成千點上去 我當你現在如果站在二萬一 那麼上下的位置 其實只是他們那些盤都已經隨時可以幫你炸回去 兩萬點這裡 所以我覺得現在都是 異跌難升 其實我都 可能上次看到打風 還有昨天的感覺好像很有力感 其實市場上不少的投資者都會又開始轉軚 就是從打風之前的太淡 然後有一部分人都在超過不少比例上面都轉了太淡 但是這幾天的事的確是你所說的 可能一個人很厲害的上去 然後其實整個形勢 就看到其實是反覆地向下的 所以就令人都很會分裂 所以我才不斷要請教到你 到底是怎樣呢 真的不夠市場 我想你上次打風突然說七、八點 其實就是因為星期三那天 郭常會他們出了一些政策 我想你暫時 你就是姑且當兩次有國策的底 都是可能在萬九邊 就是五月的時候我們見過 在萬九邊也是有一個力 然後又上去 然後之前就想著說 今次可能你說這個斷工或者一個內房的問題 令到我們第三次會不會有個國策底 就可能在譬如兩萬點附近 但是現在很明顯兩萬點 我覺得你要站得上去兩萬點 都已經有個難度了 已經變成了 但是可能你看上個星期三的時候 就的確在打風之前 就落到萬九邊 就開始真的有些消息了 然後就打風 我覺得那天其實 就是你說強又可以不強又可以的 就是因為我覺得 其實你真的叫做有個國策去衝警 或者怎樣的 你見開出來的那半日 其實他首先開都是開三百多 那他是升下升下升下 之後才變成七百 其實我覺得 是有一點點是純粹是那天的 有一點點扭曲了 那如果你的國策是大家是這麼順 或者真的這麼利好 令到市場的氣氛是真的一下子去扭轉的 那其實一開你就可能已經是夾七百出來 有一個大的裂口出來 那我覺得就 反而這樣可能還好 其實 但是現在就不是這樣 就變回轉 就被人沽回轉頭 很容易就 因為你那天又只有半日市 你很多波幅上面 你很自然就會有放大 但是你現在 全部東西過了期結 我覺得就見真章 那你 開局都是不漂亮 就是九月份來說 都是比較偏弱一些 就是你現在每天都好像 例牌低開 一開出來九點多的時候 都是跌二三百的 就是每天都好像是這樣的節奏 然後問題就是 看看你可不可以 叫低位 有些資金 有些賣盤 幫你落上少少 跌得了百多 跌幅收窄 甚至是好像昨天那樣倒升 但是我覺得 就是你越這樣摸得久 的時候 其實都是偏淡的可能性 我覺得會是大一點的 是 其實之前大家都好看一個位 例如旗子正在望 一萬九千五百 其實都試了很多次 大家都在猜 他不斷試 我覺得這個位置試多幾次 真的好穿的機會很大 是 要不然你沒有必要 整天都落回去碰一碰它 但是我覺得 如果現在旗子穿了一萬九千五百 如果真的堅穿 我直接都是看 至少都是一九三的 一九三再落回去 我猜到應該一百九 或者再多些 可能看回三月低位 一萬八千二百 我覺得 就是 你這樣搞搞一下 其實我覺得一點都不奇怪 但是我想你現在唯一的寄望 就是 給大家一點希望 或者什麼什麼 看實 就是我想 臨近十月十六號 那個二十大 看看他是不是在國策上面 或者氣氛上面 會叫做好一點點 就是 可不可以 我想過完 當然不是說 完全是之後一片歌舞聲平 但是 例如你說看回六月 那時候都是說 要是半年結 然後再加一個 就是回歸訪港的送大禮 有些這樣的憧憬 我們那時候都是 合一合一合 就上到二萬二千多 你說現在臨近二十大 都是一個全球 我想都很關注的一個 重大的事件 無論是說 任期的問題 接下來的經濟定調的問題 或者會不會 繼續國策會怎樣去下跌的一個問題 就是你全部基本上 大家都是妄實這個 這麼大型的政治事件 那我想你 就看看 越臨近十月中的時候 會不會叫做 整個投資氣氛 或者在政策投放的密度上面 會 好像之前那樣 會密集一些 那再重複一次 好像在五月底 六月的時候 都是這麼多國策 訂出來的 那會有一點點 叫做可能彈回千多點 那些 也有一個很短暫 給大家休息一下 或者一個逃生門 開一開給大家的一個機會 那如果你說 連這個都沒有的 那今年我覺得 其實港股不用看了 十月開始 去到什麼 提早放聖誕假的 可以 我也想不到有什麼因素 還可以令到 在十月尾過後 反而才會突然夾一下 上去 我覺得就難一點 其實之前你一強 那次萬億的計劃 我覺得聽下去 都蠻駕駛的 沒有個人感覺 都算對比今年 過後 所以彈了兩天 但都比我想像中 很快借皮 港股 所以我也覺得 弱底就是這樣 那現在其實時間如何 我猜港股會不會 在九月初 先低後高 整個九月 因為如果你說 再配合十月 那時候 接下來的二十大 那你至少做到先低 然後再高上去 那整件事比較好 希望 沒有理由 我提早開車 到你那時候 我再高上去 高上去 就開始不現實 是 理論上就是 如果你真的 當作是一個 這樣的推測 或預算 可能會是這樣的例子 是啊 看看能不能走到 這個說真的 都是博的 因為就算被你博到 大家都知道 那是一個短暫的高位 都不會長期 會站在那些高位上 我想 六月你想想 那時候都二萬二 你不計 今年初 在二萬五的高位 其實二萬二已經算 是比較高的位置 現在看起來很高 是啊 你看回七月 然後整個月 已經是嘔吐了 所以就算 你說被你博到 可能市場 大家去憧憬住 那二十大 或者怎樣 好一點點都好 我覺得都是一個比較短暫的時間 就不是說 完全扭轉了 整個 頂勢 然後又可以再看高一點 兩萬二 兩萬三 兩萬四 一路這麼簡單 這麼直線的思維 就馬上去 那種 所以 還有內地 其實很多政策 都沒有改變過 最大的防疫方向的政策 其實它仍然都執行得很徹底 所以 所以它開始放風 未來怎樣會處理那個 新冠疫情的方法 就是可能很多時候會將它降級 變成一個肚方病 或者是普通科 什麼月類的 即不是甲級 可能是月級的一些傳染病的處理方法 但是 你一天的一個物理上面的方向政策 不改變 我相信其實很難改變到 即是 即是 外界對內地的 未來的走勢的看法 那 那 那 有觀眾問 9923 剛剛我見 這個是我接受之後出現的問題 哎 沙士股 是 沙士股真是 問得的 是不是應該 都有歷史 還有課 我想知道 還有課 我猜你會考慮 還是你覺得他現在 這個小兜 但是你覺得他開始轉勢 那你怎麼看 你覺得他會不會轉勢 我覺得可能是他整個流程的其中一部分 我也是覺得 一般 我希望你純粹這兩天 你看到他有這樣的 trend 很短炒 當然這是最理想的結局 是 但是我想如果你這樣問得怎麼看 不是什麼成的 應該都是沒有的 我覺得 是嗎 那我就不建議去搞這些 是嗎 即是我想你 即是我覺得就不要買 即是九個二三這些 反而如果我蟹了 我想去問 那些專家你們 怎麼看 是嗎 我不知道 如果你真的蟹了 就是兩個角度去看 第一 如果你說從沙士的角度 你見到現在的沙士股 都不是很能炒的 是的 即是你對上一次炒的 就是剛才所說 那個大市真的 五月底 六月的時候 就是推到上去二萬二千多 然後那個科紙 就是那時候那個科紙 其實都上得挺帥的 那你就見到那些 即是以前大家 北水最熱炒的那些 什麼2013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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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後來其實 就已經全部是 還原了基本步 跌突 那些 那些 所以我想你從行業的角度 即是或者是從一個 吸引資金去炒的角度去看 都不太行 那第二件事就是 即是九九二三 就以前是那些 很久以前的那些 契媽股來的 那些支付相關 是啊 而且他做完披民的時候 也就是說 都會接觸去做一些 零售或者商業沙士的東西 曾經很輝煌 曾經很輝煌 但是當契媽都沒有什麼人理會的時候 他的估計也跟其他的契媽股一樣 即是高位 我想都是跌八九成這樣 所以就不特別去搞 對 他都回去 一夜回去解放前 所以現在都不要碰住 是啊 好 觀眾問是2150 哪些是 消費股 內薯的茶 我最近都上了山頂 我覺得他的包包一點都不吸引 實在太有微精 還多不多人光顧呢 先說一說 我實在覺得這間店 看著包包 一會兒 適素 即是食品添加劑 我實在不行 但是我覺得香港地 你香港做一個美食指導 真心說一句 你這些東西是貴的 但是你吃一個西式麵包 我告訴你 你要選擇大把 大把美食 你看到內薯斯的茶 那些包包 如果你覺得你是吸引 我覺得你應該要檢討一下 自己對西式麵包的品味 那些包包真的不行 那在內地 我知道是不同的 內地很接受台灣那種 風格 帶進去那種 對於 即是台灣式的西式麵包做法 我覺得他們是偏向這種的 軟身一點 講靠 樣子 味道 聞它是怎樣 但是 香港那些真是很堅 鬼吃那種 很硬 很酸 黑茵茵 很齋 但是我覺得 他個人的看法就是這樣 我個人的感官上就是一般般的 不過在內地 是 他可能是適合頻道的 但是如果 現在進去 你覺得怎樣 我們先上班時間 都是不好看的 是啊 我覺得都蠻蠻蠻蠻 他還沒算輝煌過 剛剛上市的時候 最輝煌的 我都沒有光顧過 山頂開完之後 我都沒有特別理會過他 他很適合的 我覺得成本貴 是啊 但是我覺得其實內地 他那個玩法 我覺得都有少少尷尬 其實他整個商業模特兒 簡單來說 他都是燒錢開分店 就拿到revenue 拿到貨幣回來 再集資 是啊 但是我想 第一 其實他們自己 接下來那個門店的策略 其實我覺得他們都 他們自己公司內部 都有一個挺大的調整 就是因為他以前標榜的 就是開一些很大的店 就是給大家一邊喝東西 一邊吃包 就是有一個空間感 還有一個社交的元素 他們都很著重這件事 但是其實你見到他們上市之後 他們自己都有一些 就是反過來他們 不再開這麼大的店 他們覺得其實是 成本是高 一來的成本是高 而你 就是 隨著你開的門店的密度 或者數量越多的時候 其實你是會分薄了 你整個門店網絡 每一間店鋪拿回來的 其實那些店鋪就沒有以前那麼賺錢 所以其實現在是 你看看過去一兩份的業績 其實很明顯 他們有兩款不同的店型 他們現在是比較著重 好像是不是內雪Pro 好像是類似的那樣的名字 他們是 喝茶喝那些 是的 開間比較小一點 那你變了 其實跟你以前 你去開這個內雪門店的前設 或者你要營造一個空間感 和有一個社交元素的東西 其實是有些背道而馳的 即是你現在基本上 你跟別人去普通 放一個店鋪在那裡 然後就這樣賣杯飲品 外賣拿走那些 什麼珍珠奶茶那些 其實基本上差不多了 已經變了 我覺得整個 整個 business model 其實跟以前來計 已經是有點扭轉 但是當然 我覺得其實 他們自己都要做一些 這樣的調整在那裡 所以你說 現在它叫做扭了橋的 可能會叫做好一點 起碼我覺得 在成本上 它沒有以前揹得這麼重 但是我覺得 其實你看回我們香港 這麼多 譬如你以前 內地去標榜這些 都是說狂開門店 然後你始終 一去到有一個 樽頸 有一個限期之後 其實就 整件事就不行了 而且可以回堂得很快 所以我就未必會去選 2150 另外一間 就算不是標榜飲品 食包這些 你說火鍋 都是 以前的海底撈 去到現在 都已經是相差很遠 其實都 所以 你問我 我就不會特別去搞這些 就是2150 這些我就不特別去搞的 更何況 如果你說真的要看 這個叫茶飲 或者叫這個行業 之前有一間 都是說很便宜的東西 極低端 極便宜的 有一間叫麥雪冰城 都好像想來香港這邊上 有入過指定點 我現在聽都沒聽過 是很便宜的 在說可能是幾元貨 有一杯不知怎樣的冰 可以給你喝 這個是茶飲版的拼多多 類似 就是極度低端的東西 就是完全是單價 單價都不過兩位數 十元以下的東西 不是吧 是其中一個競爭者 都叫做 都是拿一些生果的東西 去看 內地出名的 麥雪冰城 是嗎 讓我測試一下 我畢竟是誰 是這樣的 對不起 不是我 Kylie 不是我 ViuTV 那兩個是誰 小麥的麥 麥糖的麥 麥糖 麥糖 雪就是 下雪的雪 冰 兩點水做個水果冰 他是不是追著這個 來雪的茶來打 有少少似是 就是 都是極開很多不同的分店 去做的 其實就是 應該 在Google都出現不差 是啊 但內地都算是熱的 這些單價是很便宜的 就是這樣 有個菜單 四元一杯零售 是啊 幾元而已 就是不過十元而已 單價全部是個位數的東西 哦 是啊 所以就是 大家會當這東西是其中一個競爭者 但這個也是很大肆去鋪 打算夾很多不同的門店 去開店 那些 所以你說2150 走多久 或者怎樣 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不會碰這些東西 嗯 其實你剛才說起 蜜雪冰城他的出現 其實我覺得 跟這期 我覺得我會稱之這間 是茶飲店方面的來卷股 因為拼多多 都好像有個名叫來卷概念 是 即是是不是屬於 怎麼說 內卷的意思就是 可能大家不想再進去一點 就在裡面死春華這樣下去 那拼多多其實業績特別好的 那為什麼大家現在業績會看淡 9618多一點 因為其實9618 我一向賣些東西是偏貴的 嗯 是啊 那為什麼拼多多現在業績特別好呢 其實 側面反映著 其實內地的經濟是真的開錢 那些人的消費力 或者那些人不肯 就算有錢 我都不肯花那麼多 是 摩靈園就買便宜一點 老實說 我覺得選擇買拼多多 正常 拼多多是些什麼 我20元買10條毛巾回來 嗯 裡面有六條就爛了 你都免得更換 沒有 因為你寄回去的成本 還可以買另外五條 是啊 那你不如 你拼一拼 裡面五、十條 裡面有七、八條 已經是正常的 那你已經贏了 那大家的心態就是這樣的 是反映著其實內地居民對於未來的經濟的預測 其實大家都偏要保守 那你想一下就是 那如果大家的氣氛都開始趨向於一個觀望 或者保守的時候 其實內地經濟是否這麼容易可以拼得起呢 就是這輛馬車可不可以拖回去動呢 我覺得很會擔心 所以我想你說谷外衰或者怎樣的 其實你去到第二季的GDP 或者你每個月看的經濟數據 你都見到都不是很拼得起的 很難的 就是這個已經是內地其中一個很力氣的東西 就是你反過來 大家都知道很多行業已經是大不如前 那個發展的狀況 內放等等各方面 如果你說要找一些國策受惠的 除了你找一些新能源電動車之外 其中你反過來 你電動車其實都是在消費的圓圈下面 其實都是 只不過因為它的圈圈夠大 它可以再獨立去解一個電動車的一個圈圈出來 但是你整個消費的市道 是不是還可以撐得這麼厲害呢 你看到整個零售的數字都一般的 都不是真的那麼好 所以我覺得你要看的就是 要不看一些 完全不是很受影響的中產階層的消費品 要不就好像Bruce你所說 就是一些真的最雷聞最便宜的 那些就是大家在接近一個所謂的消費鋼級 那些就可能會比較容易 消費鋼級 但是消費鋼級 是啊 我覺得絕對有這件事都不出奇的 其實我相信已經開始了 是啊 我覺得一點都不出奇 是啊 唉 可惜剛才你都數了幾個版塊 其實都是過往 我們都會引以外傲的一些版塊 比如科網 現在很多事都好像完全不同了 都會有些唏噓 現在剩下的單位 除了新能源車 在這些界別大家可以討論一下之後 都不知道會說些什麼 難道會說這個航天科技嗎 真的不知道會說些什麼 都難的 還有我們就算有都沒有這個系統 可以看 還有這些說些什麼 大陸都不流行 暫時3D都好像不像實際 3D打印就不行 還有什麼都沒有 應用的層面可能很廣 但是未必在資本市場 或者在股票的角度 還有始終內地可能是有這些類近的股票 但我們香港沒有 即是我們自己本土的消費者 sorry 投資者 可能都不太熟悉上面有些什麼的 我想很簡單 譬如你說之前內地的天氣很熱 我們香港這裡很熱 那上面那些都曾經很短暫地的 那些家電 冷氣 雪種 那些股票都全部炒得很瘋 但我們香港是完全沒有這個系統 即是又不可以完全當家電股又是 那你就有時候是很短暫的 很短暫的車邊去炒 那些龍虎山船也懶得動 但它已經算是廣告裡面比較強的那些 硬正 我知道它是硬正的 但是以前大家氣氛好的時候 哇大鼠 就是那些什麼河 全部都是幾百年明朝古代的東西 全部都出來了 你的水的需求應該很大 我覺得水的需求應該很大 或者啤酒股那些 是的 但是真的炒不起 很明顯整個港股大家都很悶 都覺得算了 大家都心知肚明 你不動 我就不動 都不會炒 所以我就回到剛才最核心 我們這一部分裡面 即是斷完之後 最核心的問題 就算我給你的市場 可以再夾多一千點上去都好 我覺得你攤不長 其實都沒有用 即是 如果你說真的寧願是這樣的事 我就寧願它大上大陸 你起碼都叫做有波幅 但你現在的走勢 其實是最趕客的波幅 即是全部是陰肝 陰跌的一個狀態 即是經常都開玩笑 即是如果你今早早 你去看一看市場 接著你下午睡了 或者你一盒一盒 然後起床 發覺是一樣的 所有的東西 你完全是不用看的 那你變了就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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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客營的市場 這些是 首先幾件事 富途牛行 很多投資網民都打算 叫他不改名的 富途熊熊 第二就是 我看到很多股民 老省的討論區都說 最近經常出現那些 叫做什麼 但是 怎麼說 每個人都輸到脫褲的時候 都說 唉 我不玩了 退出了 退出了 以後碰股票 即是 跌下去 跟你相反那些 大家都覺得 搞什麼 我真的不玩 我不玩 全部都是九彩 即是很像這個小林足教練 孤德超那些 搞什麼 完全是 趕一下 感覺很濃 但是當然 一個小小的老省 這句說話 是不足以改變到整個 周期性的那些東西 大家 悔氣發言之後 其實大家 都應該了解一下 比如剛才Toni 跟你分析的這些東西 就是 彈上一千點 可能給各位彈高雄 是 可能全部都是去到很短線的那些 即是 反過來 其實現在市場好像很外強中竿 但是 其實你看回能夠真的強那些股票 其實現在來來去數都是那些 即是 譬如你說 今天就標上去 就是669 都是這些 其實強就強了很久 然後另一個 剛剛Bruce都按到 另一個大家會看的 就是最近都是一些煤炭股 即是你強的 其實來來去都只有那一堆 所以 所以你變了 我覺得你 反過來想 有些希望想 就是 你的選股上面 都叫容易了 你很容易辨識到哪些其實是強股 即是譬如你說煤的那個sector 拿回1171為例 已經算是最大波幅那隻 那你看之前一直不停破頂 接著 昨天其實那支竹都回得多 回了成8 前一兩天 好像都回了成8%那麼多 接著臨收市已經開始 跌幅已經又收窄 今天又標上去又升了4% 那你現在三十多元和52週高 其實都不是差很遠 說真的 那你就保持著這些強的sector 或者強的股票 那我覺得你現在都叫做 大家會留戀在港股的 即是我覺得其中一個生存之道 就是你 只是留這些強勢 可以破到頂的股票 其實我覺得已經爭得很遠 那你跟著 之前再數前一點 剛剛我看到 Bruce都按到那些電力股 都叫做一些炒作的題材 都很強的 其實升到不少的 但我想你 你跟宏觀經濟很息息相關的 其實都難搞的 或者跟內地監管政策一樣的sector 我覺得都難搞的 始終我想你現在整個市場的大方向 就是 每個江湖大陸都跟你看點數 看哪一隻股票彈得厲害的 就跟你沽 我們剛剛上一節都已經說了 所以我覺得你這個大前提拿不走 如果沒有改變的話 我們的港股就彈極有限 所以我 其實去到今天 我都開始改貫了 我的港股 我都預期它可能今天會好像 至少有昨天一半的威風 但我發現不是 它真的變得有 昨天只有五點 但昨天它是低開四百多元 最低見到194 是 其實昨天如果 那些人買操控行指的牛熊 如果你是清晰的 堅定的 其實你應該賺不到大錢 當然很多人都會輸 因為兩邊是殺的 但是 我發現港股真的算了 它今天其實是195 至少到現在 已經差不多第四次再接觸 你覺得好像快樂力這樣 但我覺得真的不行 你沒理由這麼有空 這麼喜歡樂力 那就是195至20,000 就炒來炒到幾百點 你有力的 你不如上去試一下頂 你沒理由跟我試底 所以我就開始覺得 真的不行 之前那些都是夾檀倉的 其實也是兩萬的 所以大家 說這麼多話 不是希望你辛苦而難 是想跟大家說 其實現在的周期性就是這樣 大家需要 那個速度、售速 要快 就是你買的時候 都可能要短些 或者買某些東西 就要拉遠一點 短炒就真的好看 你捉不捉到強的sector 或者個個股 譬如你剛才所說 例如6869這些 你今天彈彈 10幾% 但其實是強了很久 它跟A股其實是跟得很厲害 跟了很久 A股那隻都差不多破頂了 所以這些可能 我不知道還不可以去 不是叫大家現在去買 我意思是 你見到其實 在這麼悶的市況下 其實是有些強的sector 有些強的個股 就沒有以前大家 這麼容易 就看那幾隻大名 全部都在升 這麼容易賺錢 這些可能 到二、三線尾 或者三、四線 才會有人留意的股票 但其實你見 你當它跟A股也好 它自己怎樣也好 的消息也好 你見到它其實是可以很強的 即是高低位 我當你今天十九個九 差不多二十元 你又十元升上來 即是一倍的 即都是 那這些就是很強的 那你可能要多一點時間 多一點心思 才能夠在港股市場 找到一些短抄也好 或者一些投資的機會 我才叫做 好啊 講到這件事問你最後一個 最後一隻 1797你怎麼看 沒有啊 剛才我們都說少少 這些都是炒股味 比較濃一點的東西 炒股味比較濃一點的東西 即是 我覺得 因為它的模特兒 都不是說真的 這麼勞不可破 很容易拆開的 即是如果我覺得 市場的競爭 開始是 接下來很容易會惡化 或者怎樣的 那它是不是還 好像大家現在看得 這麼出雷不水 就未必是 它之前銷售點那些 即是有幾次大聲那些 有什麼商語直播 商語和它的會員人數 是上得很快 會上得很快 有在線觀看的人數 有很多 是的 但是如果你有十個 即是東方恩選的 這樣的模特兒的公司 跑出來的時候 它是不是還上得這麼快 我覺得就很有疑問 但你說 反過來 即是當你有十個同樣 同級的一個競爭者 它還可以維持得這麼厲害呢 那這個就真的是它的 那你現在只不過是 別人還沒走企 你先走別人一步 那這些 我覺得就不是叫Edge 暫時都是炒作未濃一點 好 那好 OK 那多謝Tony 謝謝 分享了更多不同的東西 多謝你的時間 好 如果各位觀眾有什麼問題 可以留到 下一次再繼續問下去 好 那多謝你的時間 拜拜 拜拜